大家好,我是万万没想到把木耳倒入油锅中 出锅瞬间变美食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黑木耳 我们在挑选木耳的时候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木耳两面都是乌黑的 那可能是用药水泡过的 我们要选这种正面乌黑光亮的 背面是灰白色的 两面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种木耳才是好木耳 而且好的木耳重量也比较轻 用手一掰就碎 这种木耳买回来以后 放时间长了也不容易发霉 然后把木耳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碗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一勺面粉 再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 用手搅拌均匀 这里加入了白糖 可以使木耳快速的泡发 减少木耳泡发的时间 加入了面粉 可以很好地吸附掉 面粉表面的杂质和灰尘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泡发10分钟 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葱白部分切掉 然后上一锅开水 加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把葱叶加进来烫一下 这样烫过的小葱颜色比率 味道也更香 大概烫20秒左右就可以了 烫好之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稍微放凉之后 改刀切成葱花 尽量切得碎一点 这样葱香味更加地浓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备用 10分钟之后 我们的木耳已经泡发好了 这样泡的木耳特别地快速 木耳泡发的也非常的好 看一下泡木耳的水也非常的脏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洗至水变的清澈 这样洗过的木耳就非常的干净了 洗干净之后 再把它放到肉栏里面 控干水分 再把比较大块的木耳撕成小块 全部处理好之后 先放一盘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大碗 打入两个正经的鸡蛋 加入一小勺盐 少许的胡椒粉 一勺十三香 一勺麻辣鲜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充分地融合 搅拌均匀之后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至看不到钢面粉 像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然后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里面粉和淀粉的用量是2比1 加入淀粉可以使炸出的木耳 更加的酥脆 凉了也不会回软 最后搅拌成这种细腻 粘稠的老双奶状就可以了 然后把控干水分的木耳 倒入面糊中 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 然后用筷子冲放地搅拌均匀 使每一个木耳都能裹上一层面糊 最后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起锅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五成热 放下筷子 能够迅速起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转小火 把裹好面糊的木耳一朵一朵的放入锅中 这样可以防止木耳粘连在一起 我们要用小火慢慢炸 如果火太大了很容易就炸糊了 炸的过程中要用筷子轻轻的翻动 使木耳受热更加的均匀 把木耳杂质全部都漂浮起来 杂质表皮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像视频中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捞出来控油 哇 闻起来就非常的香 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 一道香烹烹的杂木耳就做好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直接吃了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撒上一点辣椒粉 或者是烧烤料 也可以撒上一点紫然粉 增加香味 这样杂质的木耳口感外酥里脆 葱香味浓郁 下酒又下饭 用它来当小零食也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